订阅观伤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度开 看一鬼法身无量光不足 右手放光画观影 复画白聚止观影 左手放光画度母 复画白聚止度母 心间放光画联施 复画白聚止联施 顶礼法身无量光 阿弥陀佛的智慧法身 是一切诸佛化身的根本 所以佛的色身是诸部的主尊 尤其住持着五部中的莲花部 莲花部的部主 阿弥陀佛如来 为了调伏 男性适夫 那就是为了调伏 男性的众生 阿弥陀佛的右手放出白光 光中顿时画现 圣者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又画现成 百千万的观影 这里主要是宣说 能画的化身也是百具之 数目非常多 你说的时候 这个地球上有七十亿人口 对不对 一尊佛来度一尊众生 那佛都还有很多了 那问题是众生有没有这个福报 这一个地球七十亿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这一佛出世 千佛来拥护 所以会有很多的菩萨圣众 来护持佛法 弘扬佛法 那这里呢 他就能画现 画现 应现 看不同的人的根基 原画现 善知识 国王 甚至是旁生 出生道啊 动物等形象 为了让他度化各类的有情众生 我们的祖师大康布阿伯仁不切 他经常讲 佛法不是度一个众生 是度一切的众生 佛法不是只有利益你 是利益一切的有情 各类众生都要利益 所以现在学佛的时候 自己的私心 我值还是很重 老是觉得我来学佛就是我要从佛法中 我要从佛门中得到什么利益 得到什么好处 都我 我 我一直看我 那些学佛很难成功 学佛要学得无私无我 最后正德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上回不是举个例子吗 根本就没有我 结果要想到有一个我 我的话还有我就有我的脚 对不对 我的脚走路的时候还要想有一根钉子去踩到钉子 然后我的脚就流血好痛 其实根本也没有脚也没有钉子 也没有我 都是自己妄想分别造作出来的 所以为了调伏所有女性 阿弥陀佛的左手发出绿色光芒 光中化现出圣者至尊 这是绿度母 圣旧度母 度母也要幻化出百千万度母 为了调伏以寂静方式无法调伏的凶恶鬼神 在藏地弘扬 显密正法 怎么样 阿弥陀佛心中 放射出五彩斑斓之光 光芒照射到西南达达郭小海 莲花中化身 莲花生大事 就是乌金大金刚齿莲花生大事 莲花生大事又幻化出百千万的莲花生大事 我们在显布的经典就比较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诠释 对不对 但是在密序的经典都有清楚的记载 所以能够修密盛是很殊胜 相当相当的幸运 也是珍贵难得的法源 我们必须思维阿弥陀佛的本体之中 已经完全含过所有上师本尊诸佛菩萨的智慧 对阿弥陀佛做顶礼赞叹供养 这几次获得上师三宝一切加持的不二法门 能够在家里设个小佛堂很好 如果受一个庄严的大佛堂 那你更有福报 就因为什么 你常常有这个顶礼供养等等的如法的对境 所以我们不能生起上师本尊诸佛菩萨本体有差别的不净分别念 你如果学密种 你如果觉得上师跟本尊跟诸佛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一个体的 不是一个体性的 那这就是不净的分别念 那这样子会影响自己得到加持 它的这个加持会受到影响 点选右下角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 大佛堂 不正好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